救护人员将桃圆陆信作家宋医急救 他施打高端后隔天宋医到医院前死亡 本身有高血压病史 陈世忠说初判心肌梗塞但无毒有偶 另外一名新北市39岁男子也在24号宋医不治 曾就医时验出禁药反应 但专家认为打完疫苗隔天就死亡 不能盘属和疫苗无关 不能够很轻率的就说这个是跟疫苗无关 这个是一个轻忽人命的一个不好的行为 专家认为高端没三期试验情况 就要冒这些风险 看看台湾疫苗不良事件 死亡通报AZ3月22号开打 6月10号通报首例死亡 间隔73天 莫德纳6月9号开打 通报首例死亡在7月3号也是将近快一个月 但国产高端23号开打 24号两人施打后死亡才隔了一天 接诱因还是一个间接诱因 这得有可能第二期 比方试验是美化的一个结果 AZ和莫德纳经过国外三期 临床试验 评管有多国认证 引进国内从未检出不良品 但高端疫苗 周一封肩24万剂 有5175万剂是缺效品 疾管署拒收 送出审查22批 只通过13批 疾管署仅验收 其中11批 有2批共1万剂是缺效品 还有8批带补件 一号中有些部分是不合格的一些 不良品 专人认为 梅三期出现一堆问题 把不良品硬要说成缺效品 用新名词转移焦点 如今又有两例在接种后死亡 高端疫苗的疑虑持续扩大 记者杨视区曹家园 台北报道 ���。 黄。 优优独播剧 历子有党 炭 全 冬播剧 society fare fic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